首先呢 它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和大熊猫是一样的 当我在镜头里面 第一眼看到猴子的时候 都说不出话来 这样一种美丽的生灵吧 怎么可能让它灭绝呢 它就在那样一种 海拔很高的一种原始森林里面 可以说是与世无争的 因为电金丝猴它的食物结构呢 决定了它这个物种非常脆弱 因为它食物很单一 它只吃冷山林上面寄生的一种 第一松罗 如果没有森林 那也就没有电金丝猴 保存电金丝猴最后的乐土 冷山森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